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留学的话题 这个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呢,对于不少想留学的中国理工科学生来讲 应该是一个比较熟悉的话题 这个呢,就是10043美国总统禁令 这个英文的这个简称呢,是叫做PP 10043,PP就是总统 公文,或者是总统公告 通常简称叫做10043 那么这个总统公告呢 它实际上是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当政的时候 应该是2020年5月 颁发的这么一个总统行政令 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限制中国留学生 特别是在一些涉及高精尖科技 国防科技的这些军民融合的高等院校 还有就是中国公派留学生 中国的国家的留学基金的这些留学生 或者是学者的签证 那么也包括后来呢,就发展到了 包括一些上了美国实体清单的一些企业 所以它的这个打击面呢,还是挺广的 最开始的时候呢,主要呢,就是限制这些所谓国防妻子 这种国防院校 包括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这一类的学校的学生和学者来美国访问 或者是留学 因为这些呢,都是涉及到国防的理工科 所以很多学生呢 他想来美国,比如说学硕士 或者是学这个博士 甚至来访学 那么这条路基本上就被堵住了 今天之所以来聊这个话题 大家觉得这不是2020年5月份发的这个总统公告 现在不是已经都四年过去了 为什么还要聊这个话题呢 虽然这个是几年前就已经执行的这么一个公告 但是呢,它的影响还在 而且呢,在短期内 或者是在未来这几年内 应该是不会被取消 因为美国的这个两党啊 他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说要和中国进行这方面的战略竞争 无论下一届总统是民主党的人 还是特朗普又回归 这个公告应该是不会被撤销的 昨天呢,在小红书上 看到一位非常年轻的中国女孩 她发的这个消息 她应该呢,是一个漏网之鱼吧 这么打个比方 她是在一个理工大学里出来的 应该是在这个名单上的这个大学啊 结果呢,出来以后 在纽约大学 她是上这个 应该是商科的 还跟她那个理工没多大关系的 这么一个研究生学位 而且学了一年了 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因为父母的要求让她回国 所以她呢,就跑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玩架啊 玩完以后就想再回美国 结果在登基的前两天 就收到了美国领事馆的来函 说她的签证已经被吊销了 也就是说她的留学签证被吊销了 她不能够回到美国 这样就抓瞎了 是不是 所以她赶紧赶紧就去联系学校啊 给她提供这个支持信呢之类的 她又重新预约 去了领事馆之后 人家领事官员 就是签证官 给她答案 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不能再回美国 那么给她的这个答案呢 就是所谓的PP10043 所以呢 她很有可能过去美国这个签证官啊 的工作疏忽 让她去了美国 而现在呢 有发现的 就把她给拒绝了 所以我刚才打个比方 说她可能是个漏网之鱼 是不是 所以这一个公告 影响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 特别是在公告 刚刚开始发布的时候 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被吊销 就是被否了 不能回到美国 导致很多人 结果在国内上网课 最终拿到这个学位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说她正准备要去申请签证 结果发现自己的学校 在这个黑名单上 所以也没有办法 那只能就是改变自己的方向 那么给大家来读一读 这个学校啊 都是哪些被盯上 上了这个名单 刚才说的国防七子 那么 还有中国人民大学 这个北京 优优电大学 湖南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同级大学 天津大学 南昌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这些大学都被盯上了 后来呢 因为美国政府 包括像拜登 上台之后 美国政府公布了很多 上了所谓实体 清单的 这些中国企业 如果你要是在这些中国企业 曾经工作过 或者有过这个经历的话 有过千年 即使你不是从这些大学里 毕业出来的 你的签证申请很有可能 也会因为这个10043禁令 而被拒绝 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么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在2020年以前 入境的一些学生啊 来了美国学本科 学完本科呢 去学研究生 学完研究生 去学博士 极少数的人 在这期间 的确是回国了 他们的签证被吊销了 被revoke掉了 无法回来 所以在美国境内的这些学生啊 他们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就说他们不应该回去 他们要是想回去 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回不来了 特别是你还在念书的情况下 就不应该回去 所以在小红书 发这个消息的这个女孩 当时也感到非常的 不是说后悔吧 但是对于回家这件事 的确是感到比较恼火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女孩 也跟家里有矛盾了 因为父母坚持让她回来 因为父母毕竟对美国这些东西 不是很懂 如果这些小孩 他们也不是很了解 那么她就回去了 应该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事实上往往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大家呢 也要有所留意 对于这个目前可能还在国内上高中啊 然后呢 希望今后有机会来美国的这些孩子们呢 如果你孩子在想学理工科的话 那恐怕叫避免 如果你要是想学理工科 就不要再来美国了 因为基本上很多 特别是跟生物 医学 或者是跟AI 或者是跟机器人 深海潜水等等 这一类的涉及理工 高精尖技术的 你想来美国 无论你是学习或者想深造 基本上都不太可能 拒签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国内学理工科 在进美国修理工科 这个就不太现实了 如果你说我反正的目的就是想来美国学习 那就选一个跟这些一点不沾边的学科 还是很多很多学科 无论是环保啊 法律啊 对吧 还是商科啊 或者是管理啊 对吧 财经啊 会计啊 这种学科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很多的学科都是可以选择的 大家不见得一定要往这个理工科这个方向走 包括一些像电子计算机 如果可能都不要再去碰 因为你也不知道 这个签证官有的时候是由他自己来把握 如果你是来想学这个计算机 他可能也会找一个适当的理由 就把你拒了 管你是不是什么这几所大学里出来的 他都可能跟你拒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 如果我是这些 比如说国防棋子啊 这些学校我不是学理工的 我是学其他学科的 跟理工不沾边的 你说我还能不能拿到这个签证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难说 因为虽然你是学的跟理工没有关系 但是你的这些学校已经上了美国政府的这个黑的名单了 所以呢你获得美国签证的几率也是非常小的 也有人问说OK那我就不去美国了 我去英国或者是去学加拿大可不可以 你要是去英国和加拿大 或者澳大利亚或者是西西兰 因为这五眼联盟 他们这五个国家的签证信息是联网的 是共享的 所以你在美国申请的留学签证被拒 而且是因为10043总统禁令被拒 这个被拒的原因应该会显示在这其他几个国家的签证系统上 所以你能不能拿到他们的签证也是一个问题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具体的个人的一些问题 欢迎你联系我 我的联络方式链接就在这个视频下等 别忘了订阅表书看世界点赞分享 咱们下次再见